分享一下我的信仰 做老師掌聲音 對了 擦妝眼是甚麼 弄好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另一支影片 我是Mr.Yan 今集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信仰的見證 很認真的 由我中三時開始講起 但如果我中三時開始講起 即是講到 我想講兩三個小時 我都還沒講完 我都可以有很多話說 有人說我很長氣 我是很長氣 做老師就是這麼長氣 你擦了牙齒嗎 你吃飯了嗎 你有沒有穿衣服 有沒有戴外套 有沒有戴傘 都是這樣 做老師就是這樣 做媽媽就更加長氣 很正常 我又不要嚇大家 我一跳就跳到去講移民 大家會想知道多些 人都是會為自己去計劃 為自己的未來去打算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會發覺 有很多東西都不是你自己控制到 還有有時候你要計劃的東西 都計劃不到那麼多 是沒有辦法完美的 所以我們作為基督徒 其實在生活上面很多的事上面 都會經歷到神的帶領 還有會經歷到 有些東西不是你自己編排完所有東西 當你自己去掀卑落力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神是如何逐步逐步帶領你 首先要講一下我的臨記 其實臨記甜品是在大約兩年前 即是移民前的兩年 已經開始有這個臨記甜品 當時的臨記甜品就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蛋糕 然後經常都做一些健康蛋糕 放在自己的FB、FB 然後就是分享給大家 開心分享給大家看 但是後來朋友就說 我有想吃 我有想吃 後來他們就建議 可不可以賣給我們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用自己的名字 有個臨字 臨記蛋糕 開展了這個好像網店 然後就是我的朋友先買 然後就開始是朋友介紹的朋友 然後就開始有些是朋友介紹的朋友 然後有些我已經開始是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就慢慢慢慢去做這個臨記甜品 那時候開了這個臨記甜品 當作是玩的性質 是輕輕鬆鬆 放工回來 這個是我一個減壓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做蛋糕你很專心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你的工作壓力 所有壓力都忘記了 因為你很專心做一件事 在我移民之前的一年左右 當時都應該是沒有社運 那個教書的正職是辭退了 當時就是為了家裡的需要 兩個兒子 可能哥哥的學業那裡 我覺得想更多一些 所以就考慮 因為始終那個人工很吸引 工資這麼高的話 是真的要想想的 最後衡量所有東西之後 都是決定 好 就不做 所以那時候就辭職了 所以是全職做全職媽媽 去照顧家庭 還有照顧兩個兒子 照顧老公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做全職媽媽很輕鬆 不用上班 其實都很忙 還有忙之餘 還有一件事是很慘的 就是因為你是沒有人工的 你是沒有收入的 那你從以前很多 就是每個月都有錢收到後來 你是每個月都沒有錢的 然後那個感覺就還要問老公我 其實因為我們是 基本上是一人一半的 真的不是特別要哪個養哪個 那當然我當然要求我要多些私機錢 那我很記得我辭職之後 就是收了最後一個月的薪金之後 我是看著自己本銀行簿的 那我就記住這個 我現在今天有這麼多錢 那很神奇 過了一年之後 其實我看到我自己的儲蓄沒有跌過 是沒有跌過 是沒有跌過 沒有跌過 有沒有多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不覺得有跌了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我沒有做全職的時候 就是突然間你會覺得好像很多一些兼職的機會 是不會的 填詞又有收一下錢的 做代貨又收一下錢的 這樣 就是經常都有一些 濕濕碎碎的 是會不斷地供應 令到我自己呢 都不覺得自己呢 那些錢用得很多 或者用得很快 加上我也很節儉 很省錢 所以其實呢 是經歷了半年時間 自己本來是很擔心 經濟會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沒有了我那份工資 但是在那半年裡面呢 我發覺自己都慢慢適應到了 開始不是很擔心的 那就平復了 那到有社運出現 開始想要移民 那要移民的時候 那你就要想用什麼方法去移民 那這個時候就看到神的帶領 因為你想一下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我要移民 然後我又怎麼可能會 一早想著這樣 就計劃我做這個林記甜品 是不是 是完全沒有想過的 林記甜品是換票性質 那到他去申請移民的時候 他竟然是變了幫我一把 我就好像曾經都有做過類似的生意 這樣就讓我成功可以來到台灣 做一個申請投資移民的事 所以你看到神是會帶領著 根本上就看到條路 我就是要來台灣去做這件事 去移民 當你看到沒辦法再留在香港的時候 那就是這樣 那自己就是一個比較容易緊張 就是我覺得 就算網友 你們都會感覺到 就是我會容易緊張 就想些事做好些 那是會容易擔心的 所以我覺得神會看顧每一個人 也都按不同人的性格 不同人的需要去帶領著 那我覺得神令到我 在早一點就開始辭職 就令我去經歷 沒有收入的壓力去舒緩了 那舒緩完一件事了 再去面對第二個新挑戰 就是移民了 現在 來台灣之前 我亦都找一下教會 那找教會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找回自己 翻開那間的 那我在香港也是回救世軍 所以來到台灣也繼續去救世軍 那 那 很搞笑的 我是上網看台灣的救世軍 那我找到一個Facebook 就是找到一個牧師 然後我看他的照片 那我看照片的時候 我就想 不知道會不會突然回到這一間呢 然後我就看到他有一張照片 是 我心想說很熟口面 那些桌子啊 那些椅子啊 那些感覺 那些香港那時候的教會 很像的 那我心裡想 可能呢 都是同一個機構 所以他們訂貨啊 買桌子椅子都是一摺 那些全部一樣 我以為 但是看一看 為什麼 那些人的樣子都那麼熟面呢 然後再看看那個地點 原來是香港來的 原來那個牧師 就是台灣這個牧師 去過我香港的教會 那因為我當時不認識他 所以他來了我又沒有什麼印象 那所以一看到那一刻 我就覺得 哇 阿神你真的 是不是這麼搞笑啊 你讓我看到 就是 完全覺得是 好像幫我編排好了 為我預備得很周到 已經 在整個移民的裡面 你說林記甜品 以前沒有計劃過的 那辭職這些東西 當時也不是為了移民的 是純粹為了照顧家裡的 那到現在移民之後呢 就是 神是真的很疼我的 我也很知道的 因為我是一個 很喜歡跟人去交流的人 就是一個很需要有朋友的人 那來到台灣 我真的沒有朋友的 那所以 那一開始是真的覺得很難頂的 那我是會 很孤單的感覺 那香港的那些朋友 那他當然是會 就是跟我一直都有很遲聯絡 是吧 但是有時候 都會覺得 就是好像你的人呢 已經在另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 在這個地方 好像 我一個朋友都沒有 就是有時候覺得 我很想現在 立刻見一個朋友 聊天 吃一份 沒有的嘛 真的沒有啊 那所以 是有些 感覺是會 是會孤單的 但是神又會很奇妙 是吧 我無端端 開了一個頻道 那其實 那當然 也是一個人家叫我開的 宣傳一下 你接下來的新店 那樣 他很怕我 失敗 開店失敗 投資移民 不合格 那樣 那所以他就覺得 你一個朋友都沒有 你這樣開完之後 沒有人來買你的東西 那所以就鼓勵一下我 那樣 在拍Youtube 其實 以前是沒有想過的嘛 也是 那開完之後 我是打算 用來宣傳一下店 那可能 當是紀錄一下 那樣 那心裡面想 如果有 一百個人看 或者二百個 已經很開心了 那樣 就是有人看都已經覺得很好了 那樣 但是現在正是 超乎我想像 那 然後 就是 神還要派 那麼多你們這些網友 那些小天使 這個幫我 那個幫我 就是整個過程裡面 我是很順利的 我想如果你沒有信仰的人 會覺得 你這些傻人有傻福 但是有信仰的 我就知道 其實一切都在主的手裡 我知道神是對我非常好的 所有的事情 我不會覺得是偶然的 我知道 神在掌管 那 我們做信徒的就是盡力而為 他會用很多身邊的人 藏著身邊的人 去 給你知道 他是一路都看著你 上帝是愛每個人的 所以如果 你在你的生活上 有時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覺得自己很無力的時候 其實 這個神 就是用永遠的愛去愛你的 他是 永遠都不會嫌棄你的 只要你 他願意找他的話 他是一定會回應你的 所以 有一個這麼好的靠山 這個不單止是一個信念 在我們基督徒來看 這個神是真神的 當然了 你未去接觸他 未認識他的時候 你是會 將他歸納成一個信念 信仰 但是當你真正和他有交流的時候 你去嘗試祈禱 他會讓你有回應 然後 當然不會在你的耳邊跟你說話 不太厲害 但是 他總可以用他的方法 去答你 現在在台灣的生活 我覺得 漸漸地適應 而且 我也很感恩 很有需要的朋友 有時候有網友 去陪著我 然後 我也很需要教會的生活 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很好 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樣 現在工作 那裡 跟我的員工也很好 因為員工也是姊妹 我不是欺負他的 他也有欺負我 他今天是整股我 在說 行人奶的機器壞了 然後 因為我今早有些事情做 我硬了一點回去 我一回去就跟我說 那部機器壞了 真的越想越好笑 然後我心裡在想 怎麼會壞 肯定是有些事情 你忘記了做的 然後我一看到 洗手盆旁邊 擺了一些洗了 我問 為什麼這個還在這裡 你沒有加進去 漏了一個零件 然後他就說 做好了 是不是 員工呢 他整股我 你以為只是我整股他 他也整股我的 合作得很好 所以 一切都是很順利 當然 當然很想念家人 還未過來 很快就過來 所以 到一切榮耀 歸比主耶穌 哈利路亞 拜拜 拜拜